杀她的理由很清楚 那不杀她的理由是什么呢 请陛下饶了此女性命 在闻得皇后继承 当着陛下面前妄言至此 难道还不该死吗 臣妾有疑问 想问一下陛下 在陛下的心目中 这继承的意义何在 对于朕而言 闻得已是 但只要朕记得今日 那他便不算真的离去 没错 陛下 逝者是因为有人记得 便多了一份神圣和不朽 故本宫以为 如果闻得皇后泉下有之 也不希望陛下对她的怀面 带上一丝血色 殷爱妃认为此事 该如何处置啊 臣妾信佛不许杀戮 不过今日此女实在是大逆不道 罪不可赦 理应重重责罚 赞押叶廷 听候处置 陛下有旨 将才人武入义赞押叶廷 听候处置 听候处置 你这蠢货 不吃便不吃 为何要糟蹋这粮食啊 你 你是想向我索惠 瞧你说的这个难听 什么叫索惠呀 先告诉你这吃饭的规矩 一个烧饼一两银子 若配咸菜白粥再加一两 肉包子春卷啊 也都是一两银子 出入宫的时候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这宫里面的人 都把太监换作是乌鸦 如今我明白了 如此锅躁舔不知识 岂不知 是像乌鸦一样令人反胃 谷语说 人不在仓便在侧 你就是身在茅厕之中 以粪便为时的老鼠罢了 你这小贱人 居然口出狂言 你这都到什么境地了 还跟我装什么装 你看我把打死你 贱人 你还敢骂我 你看我把 你敢 你是不是觉得关在这里的鱼子 绝无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 我告诉你 事实无绝对 你今天要是想打我 你就把我打死 这嘴 你掉我 等有朝一日 我出了这液体 必将是你的死期 好 你嘴呀 你给我等着 恭喜大家 这蓝陵王面具终于失而复得呀 大家今夜想点哪位嫔妃侍寝 你把名册放那儿 容朕想想 大家还在想着方才甘露殿上的情景吧 这个五如意啊 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说文德皇后可怜 老奴心中都着实气愤 可怜 你先退下吧 是 慢 大家有何吩咐 从明年起 这个蓝陵王入阵曲 就不要再排了 是 木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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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给您送吃的来了 这都是您爱吃的菜 来 赶快趁热吃了 你不提了 小的哪敢哪 上司啊 那完全就是个误会 我是不是要死了 才有这么好的一顿 这哪有的事啊 您说笑了 快 趁热吃吧 谁让你这么做的 没有没有 这完全是小的自己的主意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跟小的吩咐 您慢用 小的先告退了 等等 把这些饭菜拿走 把我的青州馒头 给我拿回来 那才是我应该吃的东西 武材人 您就别为难我这等下人了 快拿走 说 到底饭是谁送来的 这 是德妃娘娘 德妃娘娘 武材人 这不是甘露殿的陈公公吗 给您请安了 武材人 给武材人 都喜了 都喜了 武材人 陛下颁诏 皇年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我们出发吧 陛下 欢迎讨论 乃 qué 母皇 王 朕 中国 父親 陛下一声气 又把我拖出去给斩了 问吧 那天夜里在澄清殿